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REPT 銷售量100 給一顆心 1. 游標放在C3 2. 插入函數 點選上方的類別 我們用文字 你找到R開頭的REPT 按確定 他會告訴你 其實函數呢有一點是那種什麼 互動式的 這個 這個有點 你給什麼文字重複幾次的一次 哪一個字按確定 那這個問題是說 我給一顆心 所以文字的話給心號 心號就過來 心號 Lumber times是重複幾次 重複的次數跟銷售量有關 100 給一顆心 當然你如果現在點這個158的話 他會把158這個數字 幫你把它帶過來 帶到這邊來 158 但是呢 你會發現這邊有158顆心出來 可是我不是158顆心 怎麼辦呢 把它除以 除的話呢 記得這個斜線除100 OK 他就變成1.58 也就是1.58 不過他會自動捨棄掉那個 小數點 因為信號沒有.58的 所以他出來的話按確定 你會把1顆心出來 但問題來了 我要等下把它全部做完 在eSale裡面有個方法 向下填滿 他就OK了 可是向下填滿的話 會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說向下填滿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 公式裡面 如果有儲存格的話 他的什麼呢 他的什麼呢 向下填滿的話 他的數字會增加 也就1會變2 3會變4 這個是規則 向下 就是這個數字會增加 那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我向下 增加 C2 剛剛是 C1是這個 C2是等級 所以等級等級 因為他兩顆心 所以記得 如果說你希望向下拉的時候 他這個 不要動的話 很簡單 請你在公式前面 加上一個錢的符號 這個錢有點像一個鎖 把它鎖住了 不要動 OK 打個勾 那特別注意 B3 3前面要不要鎖 其實我向下拉 我現在是 去抓這個B3 向下變B4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B4 這個當然不能鎖 因為我要去參照這個 這個OK 所以記得 向下拉之後 放開 有沒有發現 事情就做完了 關鍵的地方特別注意 REPT有沒有 他的 這個地方 記得一定什麼 1 是你要重複的什麼 重 重複的 這個文字 重複幾次 這個信號 有沒有 所以他把這個信號 幫我放到這邊來 取得信號 第2的話 Number Times 是什麼 重複幾次 1.58 其實就取整數了 就一顆星 把一顆星放哪裡 放到這邊來 所以 特別注意 函數他的流程一定是 你給他他需要的 他給你你要的結果 這個叫函數 OK 所以以後 不管用哪個函數 他只是幫你解決問題 你給他什麼 他給你結果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後面呢 有些函數 如果沒講到的 你們可以先嘗試看看 反正至少你要先學會 那我跟各位講 像這種東西 最重要的就是 做出來就對了 你也不用想太多 因為像理工的東西 就是實作 做就對了 OK 千萬不要用 一直看一堆的沒的書 反正我覺得 看書只是參考 最重要還是你做出結果 你會了就是會了 然後接下來就熟練他 會 再熟練 那就是表示你有這個技能 所以 我覺得跟 人文領域差別最大的 其實就是說 人文領域 比較不著重在實作 因為他主要 就讓你去思考問題 但是不一定是會有答案的 OK 但是像這種東西 是一定要做出結果 才是真本事 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 眼見為憑 OK 所以以後 你怎麼證明說你是OK的 秀給你看 所以我都秀東西給你看 我怎麼介紹自己 很簡單 你Google打吳老師 前三個就是我 OK 我有沒有存在感 感覺還蠻有存在感的 你如果想要有存在感 你看看你關鍵字 答案的名字 會不會是在第一個 如果是 那我佩服你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所以有很多東西 就是做就對了 好像這個領域裡面 最重要就是實作 OK 那請各位 試試看 先開啟那個 練習題 然後呢 今天主要就是 先了解 文字與下函數 裡面的函數 先REPT 後面可能有 LEN 或者是 MID Labs Rights 那請各位 自行先練習 練習看看 那待會的話